中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主任 好鵬已經分別會見了 中國互聯網科技產業巨頭 阿里巴巴董事局的主席馬雲 和騰訊董事會的主席馬化騰 好鵬表示要加速推進所謂的 央企加互聯網混改模式 評論人士認為 這是中共變相的把私企公有化 中共國務院國資委8月1號發布消息說 7月31號 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好鵬 會見了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 聲稱要推動央企與各種私企進行深化合作和混改 將與騰訊在人工智慧、大資料及實體經濟等方面 實行深度融合 報導說 早在6月16號 好鵬已在國資委會見了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 也談到推動國企與互聯網公司加強合作 央企加互聯網混改模式 大陸媒體對中共將國企和互聯網巨頭的合作與混改 解讀為官方要求二馬帶頭 實現公私合營 中國的所謂國企實際上大多已經是權貴的私人後院 新一輪公私合營的真實目的是希望進一步解決國企的資金問題 解決企業的活力問題 還有呢 權貴們趁機化工為私的問題 而藉混改給國企書寫當然才是主要目的 中共國資委8月4號回應說 央企加互聯網是國企混改模式之一 不是所謂的公私合營 但網民卻一針見血地指出 什麼信號 熟悉的配方 你的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拿來主意 國進民退 公私合營變相 二馬要任由摘桃子 對於中共一再否認合作混改不是公私合營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表示 當此事經媒體報導後 大多數的大陸民眾都認為這是新版的公私合營 人們也自然會想到當年中共建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意 逐步侵吞了民營企業的事業和金錢 最後這些人還遭到清算 所以在民間的懷疑和壓力下 中共不得不回應和所謂的闢謠 秦鵬還指出 2018年中共提出民營經濟退場論 這些公然要消滅私營經濟的話語至今言由在耳 所以中共的解釋很難讓民眾信服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中共社會彌漫不穩定的因素 再加上最近香港反送中抗議活動 使中共深刻的感受到生存的危機 因此它必須利用這些高科技公司 來全面掌控人們的所有信息 謝田認為 中共通過在各私企中設立黨組織 事實上已經掌控了非常多的公司 除此之外 中共的私人企業或互聯網公司 也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獨立的企業 因為他們已完全被中共掌控 並且遵照中共的要求做事 不管是騰訊也好 或者微信也好 或者那些百度 搜索引擎 都在配合中共的專制來做 但現在它是想在法律形式上 產權結構上 或整個運作的那個戰略上 完完全全的控制 其實這就是一種變相的一種公司合影 甚至是變相的一種公有化或者搞共產 對於以習慣利用中共政策進行掠奪 才得以存活的國企 秦鵬認為 想藉著所謂的混改 將它們轉換成具有創新、高科技等 新動能的企業 是原木求魚 中共只不過是再一次藉此對私企進行掠奪